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解说三国沙国战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哦 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充电 挂一下粉丝小排排 谢谢你们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 就是视频前进的动力 我上一个视频也是跟大家提到过 想给大家讲一下 无论是上古 还是现存的 这些主播们的前世今生 也是得到了广大朋友们的广泛回复 大家提到很多主播 包括很久以前的 还有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三国沙舞台上的 其实我跟大家讲 你们提到的所有主播 我都知道 你要说都认识可能谈不上 有些我并不认识 可能只是神交 但是我肯定都知道 你们说的名字我全都知道 我在这里就集体回答你们一下 其实想做这个 一个也是想帮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的青春 毕竟在很久以前玩三国沙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然也有很多不美好的回忆 但不美好的回忆不也正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吗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调味菜 另一点就是现在三国沙感觉就是不太活跃 大家无论是主播之间还是玩家之间可能也限于目前的三国沙的环境 我希望能让我们的三国沙还是能活跃起来 其实有很多老玩家依然还是虽然不玩了 但是依然还是很惦记着我们这块游戏 怎么说呢 这个游戏虽然大家一直在说要完了要完了 但是其实根本就玩不了 你想想这个话说了多长时间了 你要说他走下坡路 这个我肯定是承认的 其实还是想帮大家回忆一下很多东西 我自己也很想回忆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把自己知道的 或者自己喜欢的一些上古主播 或者是现存的主播都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收集一下 到时候大家可以投个票 他们慢慢的聊 我把我知道的 因为每个主播我可能知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能我只知道一点 有的我知道很多 慢慢的给大家聊一聊 这样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 如果你们不喜欢看 那我就不聊了 是吧 反正这是一个挺长期的过程 我也看到你们写到很多主播 你们这写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 其实都是我以前的老朋友 有些还有联系 有些可能就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但是我也依然很想念他们 这说多了对吧 就容易引起大家的感慨 大家有什么感慨可以打在评论区 睡觉还是第一位 怎么抓紧时间 马不停蹄 看一看今天的录像 先看第一句 今天的录像可能都是一些强将 强将其实也是有很多操作性的 强将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有快感 因为弱将的话 可能往往都是在等待时机 强将是在自己创造时机 依据主持小玩意叫有阿坡有坑 这就是传说中的喜洋洋 这里选将的话 是我我肯定寻有理点了 你们想想啥别的也都可以 寻有理点 卫国的车头 卫国两架车头 一个寻有一个理点 你别说什么曹丕什么国家什么的 那都是辅助 在这两个人面前就是辅助他俩的 这才是真正的车头 双头拍门 是吧 这个组合非常需要一号位 你看这不是一号位 赶紧找个四大件 我经常说四大件一个没找赵 没找到就亮 继续找 好拿火攻喝酒 还是那句话 打二号位 打到二号位位 他是可以立刻行动的 无伤待 打到八号位位会很尴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不要打八号 所以打二号没什么问题 他不外 不外 那不好意思了 九杂呼过去 反正 哎呦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暴将是吗 刷一堆暴牌 准备手量是吧 你也不暴 哥 好 直接锤子了一个 也无人救 然后草皮表示收拾一波 爱帝要玩吴国就托管 是个仇无的人 好 这里开了一个无中生友 可能是想继续暴 当然你也可以开在牢 但他可能觉得自己才是车头 必须自己暴才行 要过更多的牌 好 通过开五中在开五股 找到了万念奇葩 万念奇葩是一样非常好的牌 而且可以去测试别人的身份 他先看了一眼 并没有先开先驱 他可能觉得 我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先开了万念 可能先驱就开不出来了 因为这是理点 所以趁着这个时候 赶紧把先驱开了 这第一波 尽可能创到更多的优势 因为曹皮已经收了诗了 虽然有张角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 不放万念 翻的话 你可以翻四把 他选择翻主视角 向暴一波 那是他的想法 当然了 应该是他自己手里有货 所以说他说 我翻了你再给你翻回来 也行 没毛病 他手里肯定还至少有个淘酒 不然他不会这么翻的 所以咱们不用慌 你看 四大架的最关键的一件 AK来了 看看怎么一个操作办法 好 这个万念下去以后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你们知道吗 说明没有位 因为没有任何人配合 通杀 他想能先杀他 也可以 毕竟这个人排比较多 如果能收了 是不是可以 有可能直接赢 决斗继续刷 这就是刷起来的好处 再翻回来 南蛮又来了 四大架逐一而登场 一开始可能一个都没有 心有点凉 地区捅 好 旧 该旧旧 无国探 看他给什么军令 保留一张手牌 和一张装备看 那不行 那你回吧 无所谓 反正你被翻了 主要是他要连弩 要减一 要南蛮 又生你个桃 还可以 继续看南蛮 刷起来 这个寻御不要慌 寻御自己没出过逃久 之前我不是分析过 他至少有一个 至少 甚至可能这么多 这边由于有连组 当国家玩的 就翻里脸了 不翻别人了 而且别的人都在曹皮后置位 对吧 张小女不愿意翻 好 继续砍 大丈夫 何聚小姐 好 这边可以继续去斗 再刷 把自己翻回来 看看能不能完成 完成二打六的壮举 这些能用的牌权换了 什么都不要 继续杀五个泰 但是就怕杀到周泰 周泰老师我要睡觉了 他应该不是周泰 再杀 奇色倒是奇色过了 打死了吗 好 烂泰尔茨 没有什么用 那直接过了 这个连弩不要换 因为草坯要动 很大可能能拿走连弩 这边是乐住 其实你如果要再求闻 你可以中间有回合翻了这边 所以因为乐这个东西 我讲过 虽然你们有无险 但是 你们懂的 我听一个老 比如观众老说什么 我一听到你说冰乐 我就想笑 好笑吗 有这么好笑吗 不就天过一下吗 确实天过挺搞事心态的 乙大劳 这一波只能说打死两个人 好 逼你总得再打死一个 不然不是白忙活了吗 后面三个人都动 八号叫大青药丸 大青药丸好吃吗 摸一下摸两下 你23张牌搞不出点大动作吗 搞不大连弩 比较麻烦 没有戒刀啊 需要有戒刀 九 九杀 能不能再走一个 哎呦 踹到了钢板 钢板在这里 那没办法 那就认倒霉吧 没有连弩 弄不到连弩很难受啊 主持人家 这个加一挂的就很难受了啊 不知道啥时候挂的 可能之前挂的吧 没有这个加一 真是老连弩 因为草皮收拾一堆 有减一码的可能性 是非常之高的 还行吧 只能说一个没打死 但是兵住一个乐住一个 都控制住 还有一个托管的 这边兵是不是可以改的 周瑜周太别有那么厉害 托管的回来了 要让你们完成二打六状局 不能托管有瑕疵是吧 兵主无所谓 你还能干啥 法证 那你没用 法证你需要有团的 这个人如果被乐住了 那么就可以进行第二波 第二波 我觉得再刷几本就把对面刷没了 刷两波 这种如果真的赢了 就真正的叫二打六 他这边并没有打无险 无所谓 对他说你批吧 你批了我还多一张牌呢 对吧 所以也不打无险 对吧 反正最要的是这回合行动 别的不关键 只有一张杀 那就能杀他 让他来翻自己 把当成国家玩 他并没有 还好 忘记到了一张杀 那就直接开万键了 开南蛮了吧 不应该开万键 开万键要被批 只能开南蛮 继续刷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喝酒 喝酒就放不了了 好 这就是群有理点两个人 放在一起的好处 单理点可能有的时候 真还没有那么好包 就什么 大桥 刘善 这两边 你来吗 来不来都不行了 你看这个牌已经游戏结束了 这个牌就看 怎么屠杀对面了 就算你是钢板旁桶 我觉得也无所屌位 那边还可以继续再去决斗潮皮什么的 潮皮肯定还有货的 放心 我不相信 他啥也没有 直接死 9 先斗他 然后自己忘记加智鱼 最后实在没招再去斗群鱼 他应该是这么想的 留一个决斗 如果说这波智鱼和旺席没有货 决斗 当然了 来逃了 那更不慌了 前程往事 莫再提及 火攻 火攻逃避吗 他并没有选择火攻逃避 还是选择火攻法证 行吧 他可能觉得打死法证就赢了 是吧 还有货吧 你们 还有 再旺席能不能顺个杀啊 他可能要顺兵的吗 顺兵也不是不可以 也他可能还是不敢去堵这个潮皮有货 我觉得潮皮还是有货的应该 挂个麒麟弓 不是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 你这样他如果掉血怎么办啊 哈哈 好贪啊 行吧 不过他如果掉血 你可以驱这个庞德 驱庞德打大桥 但庞德牌比较多 可能打不死 就反正必须死 不管谁打死 人家大桥打死 收一张 你说多少张 是不是 又到了经典的 王法孤单祖子 所以你看看 我其实是挺不推荐 大家去玩这个狗色的 这都很容易这个样子 终于有劫刀了 把链桶弄过去了 就是 你可能很希望别人去玩 自己去玩山姆哥黄银这种啊 就比如我 我很希望别人去玩王法 但我特别不希望自己玩 这就是人吧 这边也是成功的筛了 大桥黄盖啊 然后吃个桃 拼住 这个张迪尧怎么处理啊 没事 该处理还是能处理的 不慌 这连组都该拆了吧 还不拆 你别说这局打了半天 还没 还没赢 这里标雪啊 不想弄起初一 排多点可以开桃园 又来桃园了 开打桃园得了 呵呵 万剑不好开 桃园桃园一桃园二 这啥开了 开了 他蛮行 开了蛮可以 因为草皮蛮血了 确实翻了比较好 翻了还是比较更稳的 你看看这过牌 这巡游和李脸简直就是绝配啊 这个组合 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组合 这组合也不脱泥带水 就反正 你就开局就直接亮 有队友就 有队友就开团 没队友就变 你变 没队友说明你可能能变出逃避 可能能变出国家 当你一旦变出 这种之类的一个司马什么的 你就开始归缩猥琐 那你独苗嘛 别人不想答应就行 所以这个组合尽可开团 退可单挑 单挑也是一把好手 再翻掉 闪链还是得处理掉 你这个勒是不是勒错了 你要这样打的话 那就只能不停的翻翻翻了 寻医的货是不少的 原来是这样 意思就是我翻住庞德 庞德你利用放逐 你是永远也动不了的 这个勒嘛 交给庞德风险太高了 一旦出来对吧 这个周瑜出不出来的倒不关键 两个人打的都很好嘛 这万念这张牌就一直在排队底 反正也用不出去 对吧 你拿牌就随便射 很舒服 这庞德已经被翻了十多张牌都没有杀了 其实你们别奇怪 真的 被翻了很多时候就是没有 现在走是你最好的选择 这两这局这两个人其实配合的都还蛮好的 这里有桃子 他就不其策了 现在留着小鹤 继续刷逃B 应该是这么想的 当然这里屈虎也是留小点 可以留小点 留了个二点 利用屈虎 看能不能打死 这个庞德真是生生的死于屈虎和南蛮入侵 就是你在逃B面对逃B就这么玩的 两个人打的都还不错 这个是真正的二打六 而且确实也是通过操作 不是说那种 虽然他一开始确实有连堵杀了 但他也不是说什么一波 真的那种喀喀喀一顿打 后面还是有一些细节的 你再看第二集 就是讲完地叫无 不是叫天把Jet醉 这又三框 这肯定显示Bug了 如果能选陆寻虎 那肯定选了 虽然现在节奏快了 但陆寻虎那个将 只要他能动还是很厉害 不过他弱点就很明显 就现在是节奏太快 有左磁有斥令 有曹丕什么的袁绍啥的 这种一弄你就很容易就死了 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人叫后入三国边 不是进入 不是后 什么 是后门花吗 后门花直接糊了 铜花直接召唤 铜花直接召唤 召唤全召唤出来 好消息是没有曹丕 我估计是没有曹丕 曹丕可能这样的 因为是开团的 坏消息是 好像也打不下去 是吧 这里的话 我还是那个问题 为啥他召唤 有的人就是可以双量 有人单量 我机子好像都能双量的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边有何代后 别乱读了 老实在是吧 读他你能行吗 你这里没有什么值得读的 说实话 佳许和他后吗 全捆上 佳许捆不上 那先把佳许剁了 要不要救他 国际还是得救 不救不行 反正他活着 他也能吸引伤害 春风不渡玉门关 你小子挺狠的 大鸡肉块 不是看啥呀 你管他是啥呢 你就打就行了 你个卫国 你还怕啥呀 看他手牌 看他有闪 想一波把他秒了 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帮我 你都被九裸一了 还帮你 怎么帮你 兄弟 九裸一怎么帮 你自己画坨 你自己帮吧 吓死我了 我也操屁了 原来是填锋 好吧 走私填锋是吧 继续打走私 闪电 想管你想管就管 反正司马牌倒挺溜的 你不想管也行 拿来吧 聊神寻优 寻优七张牌 七张牌开个AOE啥的好不好 一二三四五六 六张就可以 好 再把鱼用了就可以开了 好 还遇见一个热祸 原来都是位是吧 真的是后门前门花 这要是能五个位 直接就五个位了 他不愿意开 他手里都是桃 好吧 还开不开吧 随你 不动如泰山 能出来吗 出来 没有武器 能不能快一点 不好意思 许玉 你要遇见 你要遇见一个非常慢的人了 陆讯 这个人快不了 单量挂一个层点 被寻玉识破是吗 但问题是 他手里能全是黑吗 武器还是教的很草率的 其实我 我觉得他不是看猪师最二枪了 他是让快点 他忍不住了 他们好像比我 这是以前的录像有bug 聊天 简直 不全 所以反正就先过牌 陆讯强 你记住 一定先过完牌 再出牌 好像也没啥用 再继续过吧 他是不是夺视完了 我没注意啊 他可能想把连弩留给佐茨是吗 杀一刀佐茨 就是帮佐茨去杀魂啊 这里倒不是害佐茨啊 你们也想清楚 因为这个局 你四个位置排排座 你肯定希望他能拿走连弩 去把这个寻玉突突死 那边都是 什么大白牙加一码的 你打不到 你必须要把这个寻玉先弄死 白鬼众媚 自速剑行 拿这个借刀 拿这个连弩 只能用借刀啊 千万不要用顺手牵羊啊 啊 有没有人想用顺手牵羊的 我告诉你 在一秒之前一定有弹幕说 想用顺手牵羊 顺走连弩 来去无踪 反正他也没有去借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牌 有田丰的话 倒是有一些信仰 全捆让 你这行吧 你毕竟是九属性 那些捆吧 九属性其实打国家比较亏 我觉得国家没必要连 别人都无所谓的 别人司马迪反科一张 汪进尼也摸 人游摸一张 国家我觉得算了吧 真的 我今儿觉得国家是没必要的 你别的都连就连了 你不会这么一个万店 能把他们一锅端吗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有点急了 这两个没必要 他应该是意思就是别连国家吧 可能 哎 又没打死 先吃桃是什么鬼 不去火 行吧 先吃个桃也能去 还能献 来一首献献图 献个白衣尸子 九冠石 打他吗 我觉得打孙下枪比较好 我的建议是打孙下枪 你陆讯孙下枪更厉害 你九冠石你还不打孙下枪吗 对不对 打可以憋回去 这个九冠石肯定打孙下枪的 我跟你说他不吃桃 驱虎于尽打孙下枪 然后九冠石 我跟你说很可能就赢了 真的 这要去打孙下枪是吧 好 那么孙下枪到底有没有作为呢 很难做 其实还是要打成长枪的 连弩借过去 借过去你又能怎么样 连刷国家都刷不了 我告诉你 你挂个连弩你都刷不了国家 不是我小桥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左辞表示我投降了 曾上枪表示还有机会 没有草皮其实是有机会的 钢撒 看底点慢卖血 底点表示不慢 这防一手裸一 大丈夫合居小姐 还有闪电是吧 有闪电 他肯定要批余进的呀 他不批余进 余进可能把闪电弄了 余进一定要顶住啊 余进 余进你一定要顶住 其实我觉到他们的攻击目标 都是攻击错了 就是因为 你首先陆讯箱要厉害 其次这个佐斯已经出过牌 当时就一个魂 这啥也没有了 更不厉害 再其次你把余进打死闪电弯 可以披露品香香吗 或者你直接把孙晨香打死 选择了一个已经出过牌的 而且在三人行动论 这个盟军三人行动组里面 最后一个出牌的攻击 真的是攻击错了呀 你们细想一下 是不是攻击左辞就 就完全攻击错了 他说我没毛了 阿湘啊 阿湘啊 我没了 阿湘 这货把脸都扔了 没用 他必须要减一才行 有减一才能刷国家 或者杀别人 再捅 这左辞其实这无所谓的 他就也行 因为左辞可能有刷出未魂 无魂的 好 你裸依谁 又裸依左辞是吧 那裸吧 谁来 你把左辞打成四个魂了 那你就只能杀了 他当初只有一个魂 其实是不用杀的 尴尬不尴尬 其实拆司马一手牌比较好 拆司马一手牌导致巡悠有可能被批 他留了一张肯定是批的牌 一张非批的牌 你拆掉批的牌也可以 你还是拆司马一个好一点 这个集火目标真的是错误 但是孙小香也是够黑的 黑的不行 好 就是要打他 行吧 还拆掉了个桃 很尴尬 好把闪链排拆掉了 你还能留两个闪链排吗 你不怕群优被批吗 我不信 你起来没有 好兵孙小香了 不兵于尽了 于尽你不兵 他也能摸五张牌的呀 你有两个闪链排定吗 你肯定没有 得看他能不能解了兵 就别解闪链了 解闪链就没有意义了 别斗 说不定都斗死一个 他好像杀不到群友 但是斗是可以斗到的 早点拿我的减一有连弩突出 他怎么拿你的减一 他都打不到别人 他就不可能能拿到减一 他无限的是什么 无限的冰凉是吧 无限的闪电 他肯定没有 他有的就拼你了 这不就很尴尬吗 这只都杀队友了 只能把鱼禁剁了 堵一张红了 他肯定没有闪电的 他有的肯定拼你了 但是你也是好心 你能理解 好 50%堵成功了 那很有可能爆炸 因为收集了两个装备 说实话 你这非洲的真不行 但是这里必须赌了 余晋对不起你了 本来对吧 出这张纱一定是夺视完 过了很多牌以后 去找什么铁锁连环什么的 或者九属性 或者九杀什么的 但是没办法 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没有红啊 所以这里 只能赌一手 你看 就是这一张红 这就是陆琴强强 一张红 很可能 就讲出无限的故事了 但陆训强强有个操作 就是你 你不要去一开始 先不要装备顶装备 一开始是要去夺视去过牌的 夺视扔装备过牌 然后后面不能夺视的时候 再去装备顶装备 然后挂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局可能连弩没了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 当然连弩 东西还可以刷到 就是 挂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连弩 这个连弩的问题 考虑好 就是你要尽可能的把牌刷光 把所有装备都挂完 最后再去挂连弩 总之还是先过牌 再出牌 没得过 没得过了 再出 就我看很多路人的路径箱 都是还没过完牌 你就往那出 你的盘序肯定不可能对 这个路径箱 看一下你们看操作的好不好 他是为了打对面是吧 这边也是操作出来了 留了个简易 可能是想顺 可能希望出是顺兵什么的 兵已经兵过了 可能是看看有没有顺 决斗还是没打死 咱们可以走一张纱 要不要睡一下 看个来吧 没打死魏国 那佐斯还不得死 不过这样的话 说实话 有可能如果你 就是把魏国都打残了 这个佐子可能赢了 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你如果除非 你把魏国全收了 那你就干脆收装包 然后全打死 看你能不能过了连弩吧 眼交进攻 过拆 好像是不能夺了 行吧 那就看佐子你能不能赢了 其实这个乐是对的 我跟你讲 这个乐真是对的 因为这两个魏国不图为惧 你下回头都又刷一波 依然赢 就说实话有点狠 狠不狠的就是这个打法 好 你打佐斯 你随便 那佐斯这时候应该死不了了 九个魂 那他死不死不关键 关键的在于路径 向下能行动 风狂的扎佐斯 随便吧 我自己个逃 拆松下枪吧 这我我就拆松下枪了 拆了个久 没拆到杂行 这里肯定拆松下枪了 虽然说 一开始 确实都在互相相濡以沫 但没办法 你这枪实在太强了 只能那什么 这里不能闪 你看看 如果闪了就是什么下场 你们也看见了 所以这里千万不能闪 如果闪又出现了 刚才那种痛苦了 这张闪非常之关键 一旦你不小心 还要觉得无所谓 顺手一出 你就炸了 这一波都该清场了吧 这一波应该差不多了 其实后面打成后面 就基本上要一打三 还好后面弄到个乐 把左磁乐住 不然很可能被左磁收赢了 不过左磁赢也能接受 毕竟一开始抗是卫 只能说最好是自己赢 其次左磁赢 最差就是让卫国又赢了 那是最不好的 刚才那种情况 乐左磁没有问题 后面两个卫打不死你 然后也乐不住你 对吧 你肯定就得赢了吧 对不对 再看下一局 下一局还有这位主持人玩家 这个选王瓶许楚 好一个我也搬选 选了个杀佛克王瓶 哎呀 都是强健 这个朋友肯定是个强健的 这边杀佛克王瓶 杀佛克王瓶其实都无所谓 你就算毒苗杀佛克也够了 他不是很慌 这边直接乱他杀佳许 他杀佳许他杀他 讲到自己就学是吗 想看也不是群 其实都不能说明啥 就你自己愿意杀 因为乱舞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每个人想的什么 我愿意杀谁 或者是我想打死人 或者我想伪装 这个东西都很难讲的 你只有可能真正杀佳许的人 才不是群 对吧 别的你这想法不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判断出一些东西 有些时候 这个需要你深入别人的内心 这个我目前先不细讲 你们多看几期节目 我就细讲 看见啥了 直接给乐住 多么害怕 这没乐孙权 乐孙权乐不住 孙权不怕乐 对吧 历史上都知道孙权是不怕乐不思蜀的 有种你给我把这句孙权乐住 这个能乐住的扣个1 我看看 鼠背反馈 经典绿皮开OE 我就不明白了 你开啥呢 有什么好开的呀 不是你要报仇 那是个假许 你也报不了 你直接夺式过牌不就得了吧 你哥陆逊 真的我就不明白了 这也太菜了吧 你夺式过牌呀 帮队友过牌 帮自己过牌 恢复状态呀 这才是无过打法 无过打法不是什么KOE的打法 就让你试试 没办法 他打开这个局面 咱们只能给他擦屁股去打位了 过次 紧紧绝杀 异逐强军一战 这就是上不喝的强度吗 重铸 他也不想管那个八 他可能觉得八是个绿吧 可能吧 毕竟鼠没那么大仇分吧 我们还得乐住看了 杀娇敦 他觉得涛涛杀不死 想占个便宜 反正要扔脸呢 什么 你这种 这个绿皮的绿皮打法 真的是要需要去 他不给了 他被冰了 给了他解不出来 就绿皮打法是 前期猥琐 中后期爆发 你前期可能什么放AOE 什么一顿打人 这种绿皮就没有什么好介绍 我跟你说 真姬和司马懿也没有联动上 果然是个绿皮 直接流离 流离天相醉 实得美人腿 你们可能听不懂了 不需要听懂了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其实朦朦胧胧胧最好 真的 有些东西看清楚了 反而没啥意思 索然无味 这里点威表示 我得帮曹老板寻找一个人妻 就是你了 大乔 周瑜你干什么呢 又做这种无效操作 浪费时间 他又不是孙策 你急了是吧 孙上枪 坏了 感觉都被杀光了 又要打一群位了是吧 好 又杀一个 能不能把杰许也杀了 你很凶吗 曹操 这边代劳 周瑜在说啥 咱们也不知道 反正以前录像 有的时候 有的以前的有一阵 有一阵的录像是有bug的 我跟你讲 有一阵录像是看不见狼山的 有一阵录像是看不见选山光的 未来还会出现 能不能有一阵出来一个 录像什么看不见 主视角手牌的 那你才好的 我就根本错不了视频了 是吧 锤死一个了 你完成了我交给你的任务 把这个谁锤死了 好 这边他想保留简易码 放开也不防乐了 因为乐肯定也乐周瑜 也乐不了 不可能跳了 你小子还有桃是吧 一个桃一个珠子 哎呦一时半会也打不死谁 慢慢打吧 强行看烂门了 行挺好 与家长你们桃子嘛 无所谓了 定可能赶紧杀一个人 玩不下去了 冰柱 他可能也没什么防御了 不打死一个人 他可能也要死 接刀接不了 挂个刀 先挂个八卦阵再出杀 因为有可能过了酒 有可能过了刀 再过其他更多的牌来输出 好 桃子全都用光 珠子保留 珠子不能被拆 这个余剑表示我桃子总不能给总不能给对面节月吧 你不节月就不节月吧 你开桃园干什么 你又不是刘关章 桃园三节翼是吧 那我就是督游 我打你们 不行 我不能是督游 督游到底是谁打谁啊最后 我是那个谁行吗 不怕死就尽管放马过来 我是公尊赞行吗 我骑白马 公尊赞也不行 公尊赞被烧死了 扯哪去了 这个周瑜 周瑜特别想打草操 草操对阿威胁比较大 还是没有刀 也没刀可戒 留着吧 你看王瓶 王瓶沙漠科他虽然是毒苗 但他很但他意大很强 如果你是法征王瓶 你会发现很垃圾 打三号不舍得打 他是自己盟友 他死了打不过 也不是打不过 就很费劲 你知道吗 毕竟你是单沙漠科 单沙漠科 你就说实话 你就感觉能玩 没有那么难受 这里无限可以先不交 可以去无限更关键的盘 你杀八卦阵你不扯了吗 不是白给了 你杀沙漠科的八卦阵 跟杀这个国家的八卦阵差不太多 周瑜你总有闪吧 过了这么多轮了 无数轮了 哇你没有闪吗 这无界给他 给他交了吧 保一手 咱们来个三具的刀可以 你怎么没有闪啊 不是过了好几轮都没人打你了 啊 活下去活下去 活下去赶紧 弄点事 咱们三进两人捞 看看能不能解决 解决掉这个真姬和这个曹操 司马依估计一十八卦阵没人打 最好周瑜你受了 也心疼你 怎么还有曹子呀 珠子一直没打出来啊 痛苦吧 在仇与恨的地狗 周瑜表示不活了 帮沙漠科做点事情 周瑜也是好人 对啊 这才是正常表现 就是你被魏国一直打 就你们想想 你被魏国一直打 你去恨这个沙漠科 现在我就觉得没有任何道理 你恨沙漠科不帮你是吧 恨沙漠科绑架你 不是咱们暂停一下 你就说这是这局 你是周瑜 你应该恨沙漠科还是应该恨魏国 你恨沙漠科绑架你是吗 这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伦理道德吗 你自己想吧 反正周瑜也是做到个人之意境 鞠躬尽瘁 接下来就是看咱们能不能一打三了 当然一时半会儿也一打三不了 肯定还得经过几轮 因为对面珠子你都没打出来 不但珠子没打出来 陶儿你都 都没搞出来 鼠背竟敢伤我 刀絮的继续下轮报 主持掌沙漠科玩的还可以 你有的时候被绑架不是 就是我跟你们讲一下 就被绑架这件事情 你自己去分析 有的是你故意被 故意被别人设置成那种被绑架 比如说明明对面可以明明打死一个人 然后他故意不打死 形成对面还存活着什么 是不是两个或者三个人残血的 然后非要去打你个弱小的 但有的不是人家 不是人家非要绑架 你是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句 是人家沙漠科愿意绑架你吗 但你最弱小你被魏国打 他根本虽然是看起来是绑架 但这不是他造成的 所以你不能怪他 人家就是要打你魏国 你不讲道理 你还是应该很魏国的 我不说了 既然看他操作 他的沙漠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直到目前为止 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就是看看 乐柱顺手牌 对顺手牌一个是压制他改 改乐一个是压制他那个节约 继续留着 给了个红桃 手里还是红桃吗 直接掉血啊 不要摸 掉血才好呢 吃桃过牌 说不定过五啥的呢 他也不想出来了 估计可能还有个桃 流黑改落神 葬八 筛一刀 没问题 反正就是一打三嘛 你这种 没什么说的 桃吃了 他有珠子 不慌 对吧 一会儿继续过牌 你看 其实很难打的 你看看人家 这不一桃子就起来了 这个刀还是要留着 再留个五六键 留着下回过 这边顺着这个帐八 可以过三 麒麟公来了 那过五 不客气 可以打个九张 可惜没有链子 希望找个一个链子 把这个余镜拆光啊 不让他去劫运 哎呦 他是个斧头 管他是啥呢 就不让他劫运 这就是丹沙漠科的强度吗 对吧 你要是王平法政 你怎么玩啊 直接投了吧 好 这里有麒麟公 有没有梦想啊 有梦想就 对吧 就留至少三张 对吧 你看这就是有梦想 就留一个闪 也没有太大意 其实你说实话 你再夸张点 可以一个闪都不留 因为对面挡不到你 四买一肯定是个白板 他没有牌 真机的话 倒是有可能有薄爆发 其他的都还好 留个闪球稳一下也行 你有必要吧 我认真的 这真没必要 啊 他为了剩狮子 那我可以理解吧 但是这样有个坏处 就是你很可能导致 上不喝赤桃就过五了 这不是特别好啊 这万剑就别开了吧 没这个必要啊 看万剑干嘛呀 打不死 你不会想自杀吧 杀了真机 真机你给我带绿是吧 好 你看这里不过五了吗 这里只能先杀了 没办法 所以说不要开 也不要去打 这没有必要 这一刀都剁了 你这也太弱了吧 好 连奴也来了 这就是有梦想的好处啊 所以说当初如果不流散 那更那啥 但是不流散可能是两把刀 这边换 胡托河外换了一个无流箭 觉得下胡托河过不了五了 确实 当然也有可能能够啊 不知道直接掉血 谁让摸摸啥摸摸个锤子 呆着吧 等着被爆锤吧 还在这摸呢 每个都掉血 别想什么失去体力 你失去体力没有什么威慑 翻面才有威慑 翻面是什么家里摸 好原 无胁调 是我可能不教这个无血 因为打这个司马仪可能打不死 当然了 他就先打一刀 独你反馈不走连弩 他连手外头都不反馈的 他别说连弩了 你反馈加一干什么呀 你反馈加一你还不如反馈那个呢 反馈那个无六箭了 让他吵过两牌了 两刀再走 他可能觉得杀真机杀不死 确实杀不死 他就 开个无蟹掉第一刀杀你 你赌你反馈不走连弩 然后再把你带走 打个烂真机 你看你会发现他双将 别说双将了 对面六个将都没打过一个将 有点夸张吧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对面六个将 是不是对面六个将 六个将没打过一个将 反正真机也不是说就一定输 真机毕竟他也不一定报的 他只不过他如果正常的 那种报不起来的 肯定打不过 就像这种红的巴基的 你从非洲回来 你作为一个什么欧洲的人机 并不行 这个就是 这叫一打六是吧 所以没有老杀的朋友 真的建议去搞个老杀 也不会啊 这武将你还不搞吗 咱们有一说一啊 东西都说 山本哥在这个国战里 真的是独一份 都是乱杀的 你看怎么 这好像还有一句山本哥呢 你就看了嘛 反正也是这位朋友的 天罪啊 他都是这种 山本哥 山本哥姜维嘛 山本哥姜维四学好一点吧 我记得我也做过三学的 这啥玩意儿啊 这叫师娘不在家 师娘偷摸不在家 你知道吗 这啥意思呢 就刚才不是姜维吗 姜维跟朱亮回去干啥就 就把黄云莎默克爆发力非常之强啊 也非常恐怖 但是呢 很脆啊 其实黄云莎默克跟陆逊 相差不太多 都是那种 胡托外很容易死的 这绿皮就开始了 你绿皮就别打八号位了吧 绿皮的打八号位更不人道 你为我打了还能说那什么 乐二可以 不过你自己也不怕被乐 不过你又怎么又是孙权路讯啊 你不转生了吗 因为我刚才刚看见孙权路讯 二章 要不要出来 不出来 顺一下 你也是绿吗 怎么感觉这么多绿啊 这只比还往下加砍顺上加捅下加 基本上是绿吧 在有知道有二章的情况下 这基本上就是绿了 99%是绿 除非个别卫国的人犯念 哎呀 二章还是出来了 那你二号时候你不出来 他可能三号给他狗胆了 这种肯定不是绿 打绿赶紧的 是绿赶紧亮 不是绿打绿就这么简单 你是绿你还不亮 你在这藏什么呢 干活不想不怕野是吧 我知道你是什么周泰孙权之类的 但是 你得想这点野的情况 兄弟 你别管给人干废活 这人捅过去 捅到一个二章周泰 算了吧 手牌饱满就得了 反正你也走不死 直言归剑 给个藤甲火攻一手 梅花有吗 没有 在火攻 有了 那肯定是有了 必须有 怎么可能没有呢 逗到一个假去 九杀 不会没闪吧 这个魏国 蔡文基 背歌一下 回个学 陆讯赶紧读个试 这个六号就有毛病 真的 第一不上车 第二 陆讯夺视 你享受不到 你这不是扯淡吗 是不是 你就算是个周泰 或者你这个孙权 就傅朝风这种的 真的扯淡 两个二百几 还建家 一勾破 这种最基本的常识 你也别怪我 喷你 如果你看到了 这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你学会了 下回别这样就行了 孙权小乔 替我挡着 替我挡着 又到了黄英 沙梦哥 暴打绿票时间了 最好的结果 就是这个三号跳马也了 你看你孙权小乔 你亏了多少 是不是 何必呢 你得亏能量出来 断肠断个孙权 其实应该断陆讯的 因为孙权制衡 他只能过三 陆讯夺视过多少 你自己看 所以应该断孙权的 而且陆讯是有先驱的 他随便夺 顺利 你这必夺陆讯 而且这是大无开船 所以所有条件都是断陆讯 你断孙权 就说明你 你根本就不会玩 呵呵 菜 嗯 夺吧 反正你没有乐吗 你们现在需要的是乐 说实话 嗯 冰吧 最好那个人野了才好 嗯 你别说啊 有野了还真有了打 不野的话 只能靠自己了 嗯 看他是吗 你看他不如看二 因为二如果是无 你给他冰解了 绝对我不理你 雕个雪 真是个人才 这个叫蚊子熊的表示不满意了 你看 是不是真的野了 之后还添怒了 不过他不厉害 也不能说不厉害 挺厉害的 我错了 错了 这个三 不会不是五吧 不会吹烟那种 吉小杰丽是个魏吧 他也不打 应该是五 放出来 他是个大桥 这里可以大栏放出来了 他必跟你配合 刚才是有一局是捅了魏国窝了 这把捅了绿皮窝了 全是绿 就这 只能乐住一个小桥很弱 虽然小桥不好被乐住 但是 那你说你跳乐吗 也没啥意思呀 你怎么能乐生犬吧 好 那就只能看起沙漠哥了 谈吧 你随便谈 他也不敢谈黄野赢 能谈他 九 沙大桥 琉璃传递 没传递成功 你就开万件呗 不开 不想让他死 想让他变个身 也行 他还是不想让他死 想让他变个身 可以理解吧 自己怒存一波闪 觉得你肯定把杀顾回来 我也不缺杀 他不变 他能变成啥来 确实也变不出啥好的来了 因为 你变不出周泰 变不出小桥 那你还能有什么防御的 被一波铁头连环 九鼠星直接再飞 又一打四了 好难 确实他也变不出啥来了 变的都不是防御的 没有用 哎 早知道还不收了什么 去杀他弹 还给刀是吧 给刀就给刀吧 给刀至少回合外是没有防御的 也是过二 弹掉掉血摸牌也是摸二 但摸二有时候摸到桃保保命啥的 或者无界啥的 这里需要一个乐 乐不住 人家有可能输 这都无所谓 反正都是闪 一点不慌 躲找牌找乐 找关键牌拆顺冰凉什么的 桃子就不 对于这个孙权和这个太子来说桃子就没有什么用了 这个没啥用没啥鸟肉 这里他不敢扔牌啊 因为万箭很关键 刀也很关键 杀防南蛮的 所有都不敢 不过有南蛮就死了 说实话有小乔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让他摸好一点 就毕竟让吴国越少过牌越好 我觉得可以把杀丢了 因为有南蛮你死了 有小乔 就防不了南蛮 闪的话你不你肯定要防这个太子杀你 当然太子也可以去杀小乔 讲到的 不杀小乔吗 好杀小乔了 小乔是什么 小乔不是天象牌 还是说是个桃 闪连闪 可以 机会来了 兄弟们 看看他是什么给他拆了 不会是桃吧 真是桃 桃没惨 哈哈 当然你说桃弹还是不弹 但我觉得还是要弹的 你就弹一个流失体力就行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弹个流失体力 他如果没死 他拿个桃没啥用 你别让他过未知牌就行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还是小条菜 桃是啥用呢 那就一波爆把你们爆死了 别大概率翻车了 百分之百翻车了 还大概率呢 铁锁连环击巧谋略 哎 舍不得桃子是吧 嗯 桃子还是要弹的 我讲道理 没发力呢 还有好多牌都没用呢 你们倒倒下了 好弱啊 太弱了 再看下一局了 今天录像还挺多的呢 就是实际上要乱入的路人 刚才人家后入你乱入什么 又山本科是吧 来你就山本科 山本科留位 看你又能讲出什么故事啊 之前人家山本科都是一个人打好几个 你是打几个 起零大公 你敢要吗 反正肯定能过五 这个牌我看出来了 他动心思了 哎呦我能过五 那我不想吗 你也能死 人家王生曹旭啊 两个人名 你看就 哪个什么 什么某某市某区啊 某镇的小学的两个人名啊 哈哈 捅了一刀 1号位看了7捅了捅了一刀8 不知道是啥 烂二章直接亮了 然后看了76吗 有可能 扔了一个桃圆一个沙 不知道是啥 不不不 不捡吗 不捡 你爱捡不捡 这里 两种选择可以过五 你要不愿意过五 就开个南门挂个盾过了 不过你开南门挂盾这个行为 在二张视角里你肯定不是五 五不可能这么打 五没有这么打的 你看这门开个草皮怎么办 而且你摆鼻了不想扔 所以这不是吴的动作 你要是吴这南门是绝不可能开 你哪怕就算不扔牌也不可能开 所以在二张视角 这个主持角是不可能是吴的 好 这边直接施令了 陪媳妇筛一下 马超 马上说谁不服 谁亮 7不敢亮 7应该不是辅 7 咱们分享 你看这边都不亮 主持角应该也不会亮的 因为这局太扑朔迷离了 直接掉个血了 咱分析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是可以分析的 因为马超亮了 他如果是鼠 他肯定也亮了 让他去打谁的 再挨着 而且马上就到行动了 胃肯定也亮了 因为场上没有胃 当时是没有的 只能是吴群 他不想被打 他或者说不想连累到自己队友 连到二张 或连到恐龙的 对吧 后面两个说实话不好分析 因为到后面两个时候已经四个 我家全有了 你很难分析出谁了 他也并没有动 手牌不计出就算了 你说实话 筛一条7也没啥意思 就算他是什么什么的 这局面因为比较平均 从目前来说 而且二三的话不亮 可能局面还是会比较平均 以礼待人会极勇帮 恐龙直接给了马超 行吧 你不知道会不会后悔 看这个人 这个人就顺寻 顺寻忧 跳飞位 跟咱们分析的一样 挂个盾 挂个刀 过了 你还敢顺寻忧 你是怕不是要被人揍是吧 五五开的有点偏无 不过感觉他在思考 也有可能群 看看吧 毕竟也没说给二张扔装备 这种东西 好 这里 大家记一下五五拿的牌 不知道你们记没记 你们一般都不记的 我知道 这边 其实五五这牌 是能看出很多东西的 一个是可以 可以别人拿的五五来配合自己出牌 另外也可以通过别人的五五来 猜测别人的一些身份 经常看我直播的应该是能学到这些 这个录像有时候我就不太快了 不讲这些了 不配合是吧 咱们去判一下呗 所以他冷想是随限他的 携手同心 携手同心 这个三挺像位的呀 这万剑跟着配合 三有可能是位的 或者是褒奖还是那句话 也连弩上了 强猪 能杀了他吗 顺手牌吧 看能不能顺个杀 顺了个杀是吧 意思 怼死咱们肯定不救 就他干什么 有他好救的 又不是打不过 手握这么多刀 想过啥过啥 彭子 决斗 决斗 啥玩意 铝布啊 你看注意大家注意啊 是一个双读条 后面这才是无限 响应的读条 这是个铝布啊 决斗有有读条 这可能是铝布啊 别人没有什么 还有个孙闷是吧 哼 但孙闷不是这种读条 吕布 吕凤仙 好乐住 没问题 因为三可能是位 你肯定不是位 这些都不管 这些都不关键 这个力点 肯定是没杀了 有杀肯定继续突了 看这个位要不要亮啊 疑似位 他也没亮 吴中 那看他怎么打吧 只能说疑似位啊 倒不是百分之百这个 百分之六十吧 扔拆啊 扔拆 你肯定不是 你肯定就很有可能是位了 因为你这边有鼠有群 你平时不拆啊 对不对 你至少把连路拆了吧 总没问题吧 绿皮也被杀了 你不报复 本来是位了 这里可以量将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五五难 五五马超拿到一张借刀 里点明没有杀 马超是可以稳稳的 把连路拿过来 可以直接杀全场 咱们就留背 把杀全给马超 这直接排过起来 三几两刀好像是过不了了 这些破刀全自己留着吧 杖八可以给马超 马超可以多出一张杀 这些主持权也准确判断说 7号不知数 直接连前让他去打杀四方了 全吃光 好像给多了 应该自己再留一张 留那个瓷用键吧 看看这个烂马超 不是你好菜 你干啥呢 一会儿 不是你主持权还得打无限 主持权计牌了 绝对计牌了 不是你这样的话 人家一会儿忘记至于出个杀 你搞不过连路了 你不是乱打吗 有的人说他骗武器 你骗个鸟 谁火攻打武器 第一谁火攻打武器 第二你就算火攻 骗你也不可能火攻他 你火攻别的人 所以这根本不是骗 哥 你赶紧把这个蔡文基封住 再去杀别人吧 那不然恶心死你 你一开始没想到 那你现在对吧 他晾了 不是你怎么又去杀他去了 你先把蔡文基封住行不行 蔡文基表示不管是吧 那不管更好 不管就把他杀了 不是他不管 我就搞不懂了 这个主是叫这么苦苦心良久 你这个马超是在干啥 我觉得好奇怪 他 他红杀没有捅不到人王盾 表示要吃菜 那你吃菜你半路捅一刀三 又是啥意思 整个脑袋就是混沌的 就比主根本就没有主持着同脑心机 就不知道在干啥 而且账八他好像也没用 给了他账八 有的时候大好机会你就错过 你有可能一波可能打成半波了 有可能大波打成小波了 我在说啥呢 不知道 马上被断了 他被人王盾堵住了 这也王熙嘛 这别王熙了吧 这也王熙是吧 但自己手里有九有桃是吧 你看这会把赵八挂出来了 真的 不知道你在干啥 然后就跑去揍他 哎呀你得亏有个乐 救赎一下 然后又把五六剑换出来了 五六剑是为了坑上波哥是吧 让上波哥必须出六战 小姐 不是你这人 你就是个损人 真的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大家乐没乐啊 大家如果乐了的话 能不能扣个六 我看一看 我真的如果看乐了 你在干什么呢 马神呀 我的神啊 亲爱的神呢 看不下去了 好 这里 周瑜出来搞一下 这边余晋被冰住 还添露了 他瞄的 他五六剑也不拖 手里都方便是吧 你说说 这可能要崩了 你先开个五五又活无蟹是吧 行单无蟹 马神拿一口酒 没关系咱们还有个三距离刀 反正这五距离刀卡了一辈子 这货还给整个五六剑 五六剑的话要用四张 用这个三距离刀 一会记得点 别出错就行了 这个主角应该能想命运 有二距离可以 二距离变三直接用 这是再用一张 你想清楚 先喝酒过牌 对这样才能过 不要弄错了 因为正常的 平常玩是二三直接连上 这回差跨了个五六剑 主持者还是头脑心机的 直接打一波九杀 然后牌也过了 把这个选游卡能不能杀了 其实你有时候会发现真的 有很多时候高下立判 还忘记啊 行吧 随便你 我公 还是不是看见他那盘 红不动了 红他去吧 或者是觉得他有桃 乐理点吧 小乔没必要乐 就算理点最好是死了 死了其实你也没必要乐小乔 对吧死了更好了 更安全 九没有铁技了 不过没关系 行有好像没有闪 先开万键 不是你这排序真的 你每回合的排序 不论是回合内还是回合外 每回的排序全都是稀巴烂 铁锁浪费了 万键不全开 都不知道在干啥 大家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玩家 掉血让他吸 周渔说 你看主持人还让他吸 哎呦 真的是操作了心 这货还拿个MVP 你站在那讲道理一下 讲不出道理是吧 好还有一句 哎呦 这么长了 算了 便宜你们了 再来一句 主持人玩的叫四小五吗 追忆组合 庞通马素 孙权黄盖 我选的孙权黄盖 或者庞通马素吧 孙权孙权 实在是没啥用 这个选将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分析 因为孙权这个将 他是为了给三小五加加成 你加给孙权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这有啥意义 就没有意义的 孙权他不需要加这个半选 所以我的建议是孙权黄盖 如果你选绿的话 这里那他吃令你就亮孙权 不亮你肯定被打 不是这货不是蠢吗 你不亮把脸弩扔了 防止是顺是吧 行吧 我只能说你防止是脸弩 但是反正你肯定要被打 你亮孙权 其实你如果选孙权黄盖 你单亮孙权 基本上也不太会爱打 别人会觉得你是孙权周战 反正他那样的直接出了几个鼠 过分了 这货还不亮 这都啥人我都不知道 就日子不过是吧 就不亮是吧 那样的 那个人扔连奴 我到时候还情有可原 防止顺 这人不亮就不知道是啥了 你啥你也得亮 袁绍你也得亮 因为反正你也要被揍 你还能不被揍吗 脱一手 没啥用 你张和志将面对这种局面 很拉 您告诉你拉库 这局可以稍微快点 前期是比较慢的 拆一下 八卦阵 浪啥 乐入 福乐将为 瞧不起 听说瞧不起是吧 主持人也不无限 主要是怕被顺 满一被顺的更血亏 懒得无限了 乐前不乐后 你这乐啥就瞧不起是吧 再说了 人家将为会震法技 你知道吗 顺减一 还有顺是吧 还有兵是吧 没有你顺队友干什么呀 你又搞得好像你打不到似的 一个烂许鼠 还好有个曹匹啊 没有曹匹可能不好动 你说你顺队友减一干什么呀 我还以为你有啥东西呢 接下来大格力要跟曹匹二打四了 张和是活不活不下去的 好 这个无限能不能把自己放出来 放不出来 放不出来就存余吧 看看曹匹这一波 得亏是曹匹余定 曹匹余定这一波还很凶 十多张牌 我拍下去 决斗掏刀吧 这么多牌还都没有刀吗 好 精准的是到一个火山 然后又换怪之谱 不过他排序还是有问题的 你要真想先顺 你可以先顺 这样对吧 先挂刺雌链就显得很猪 年上捅一刀 中了 张和是啥 肯定是个废物物件 不用想了 没啥用 不要指望他 临死之前做点贡献吧 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刀吧 要不你就直接神速逃匹吧 主持人开始指挥 让他杀曹匹 他表示不杀 其实可以杀曹匹啊 还挪 挪了个珠血雨扇 行吧 那不如挪三斤刀是吧 三斤刀更厉害 能过三吗 过不了 这个废物 长山赵子龙直接闪 把他弹死 你快去死吧 他主要是不想自己死 怕被后面打死 呵呵 你最后 你直接死 五五丰登 南蛮只能存手里 这二打二打四能打吗 能打 真能打 看怎么操作吧 吃满 别杀了呗 这活动又杀不死 杀这一刀干啥 给给开技能 要集火之间还是下火的集火 曹匹你们肯定不敢集火 外面没有无息 可以宣剑交 连上火供 火供自己 解了链子 翻一个人 翻黄英英 黄英英最厉害 沙木赫 灌个刀 不一定能弄到 借刀 借灌尸斧 借三斤刀 借灌尸斧 可以吧 曹匹应该是有杀的 你借三斤刀 也行 但借三斤刀的问题就是这个马带还是能打到你 好处就是可以戳一下 也行吧 给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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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一下保护一下 不然要死了 肯定让你摸 你选啥都让你摸 随便摸 摸个痛快 狮子一装 万箭七八 所以 所以咱们就闪了就行了 两个人相如以沫 赵云另一个样不亮 啥魏延 肯定不是张飞当初有刀的 魏延什么的 就估计就是魏延吧 好 这么好 有闪的就有点无限 确实 后面因为好轮延要揍他 能不能打死一个 哎呦真的打死了 成功的干掉一个 接下来的目标 是把黄银一直翻翻 然后再去杀掉山盟哥 反正目标是这个样子 能不能实现 就不知道了 得亏是曹批意见 真的 但凡弱脸都打不了了 拆了嘉玉黎 顺了一下 给力啊 很给力 换麒麟弓了 不要冠石斧了 怕被别人搞走是吧 麒麟弓被山盟哥搞走吗 呵呵 应该搞不走 他肯定有杀的 开手牌 砍一刀 哎呦 还被杀给挑了 九杀 还好两个省 这货自然能过三 你感觉 也过分了啊 哎呀活了下了 顶住 曹平应该有一个桃 我觉得 一个桃应该有 干啥挂瓷熔剑调剂 我觉得赵云经常在做一些无所谓 没有什么关系的动作啊 果然是味啊 就 他经常在做一些 就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的东西 动作 搞得自己很玄妙一样 这边补牌 没什么拆的 这手牌摸的也是很阴间啊 呵呵 给斗曹平 或者是火杀曹平搓一手 斗可以斗姜维 斗姜维 嗯 然后杀曹平 借刀继续砍仗 这个货肯定有闪的 他杖八都不都不跟你斗的 嗯 好他直接杀他去了 他制衡完没有红杀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杀一张曹平翻一下比较好 这个影响 打死他 只能是曹平打死他 那就看曹平了 还得看曹平的 曹平这把黄云英翻了呀 反正还是为这个曹平应该是还有武器 他还会给你打武器 他应该没有连路 这边应该不会卖掉瞬间的 他武器挺多的 还有 曹平也是在尽全力 嗯 乐住 黄云英被冰了 觉得无所作为 还要加一马 冰住 全是buff 各种buff 他表示无所谓 你乃不了 你有种乃孙天 哦 还有火工智能 可以翻了环英 大家都很给力 先把蜀国命了 这个局不能让蜀国赢 我告诉你 还是那句话 我是卫国 我宁愿让吴国赢 我是吴国 我宁愿让卫国赢 当然有种局你不能打了半天 最后就要蜀国 我跟你说 这就是你打了半天 就类似这种局啊 当然不是绝对的 就类似这种局 你打了半天 你如果最后让 蜀国赢了 真的挺小丑的 说什么 那就意味着你前面做的 这二十多分钟全白做了 不知道再干什么 主持人 当然这里 已经不想给余进补了 觉得余进要收清全场了 去拆牌了 也可以吧 拆牌可能出一种自保 这个我觉得应该互相理解一下 余进也应该理解一下 就是怎么说呢 就算去拆牌也没没代表 你们一定就是输 你们接下来你毕竟余进 你还可以过牌 大家都还能打 他还去杀他 他黄云啊 你是真不怕他给黄云云奶 是吧 那么 而且你就算要杀也先看他慢吧 嗯 这里主持人应该是不太过去 给这个曹逼再补牌了 可能真的怕曹逼抱一波了 这个咋说呢 你就理解一下吧 这边不过摸172 你拆了黄云最后一张牌 这个倒可以理解 这啥意思啊 你不是有孙权的吗 这啥意思 这是不想出力的意思 故意 我没看汉总啊 是故意不想出力吗 我记得你之前也用对孙权 我感觉你 是故意不想出力是吧 行吧 反正不过我觉得制衡一下中文没什么坏处吧 你制衡自己摸点牌也没什么坏处吧 你不然 你就说实话还是要制衡一下 你也没断肠吧 你制衡一下没什么坏处啊 接下来 你肯定要制衡了 英魂应该是不会英魂的 英魂太大仇恨了 装菜吧 我觉得这是啥意思 这真的是装菜是吧 不足以为强 好 进入了这个二三人局 三人局吧 可能大家又都想赢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会怎么怎么样的 你看 然后赵云生气了 你打过我就给他奶了 然后开始桃园 其实这个局面下 对于逃逼来说不利了 真的在装菜是吗 我看是不是 说一下 他说他给我奶了 这不会制衡吗 就装菜是吧 赵云就是不想要逃逼啊 我看出来了 只能说 开完团以后 有心机的人要赢是吧 你看这不会制衡吗 哪不哪不会啊 不过他可能还是要先杀赵云 对 先杀赵云 直接杀赵云进单挑吧 对吧 其实最后这手 就无所谓了 就杀了赵云进单挑了 也算给你机会了 毕竟 毕竟余进也不弱 说实话 余进也还可以 你把赵云杀了吧 你俩金难挑吧 你俩谁赢都可以接受吧 他来个什么 你真的这么想给他打工 啥打工不打工的 反正他俩总有个人赢 对吧 就不让你们数赢就得了 真的 你看现在这种情况 我说实话都有机会 不过主持人要有联奴 你知道吗 这是个变数 先捅一刀 看他干什么 翻个 运气不错 翻了让杀 直接杀权捅过去 把这帮盾弄了 其实这里得说实话是有联奴 没有联奴我跟你说 打这个潮批余进真不好下手的 也就赢了一手联奴 反正至于这局的功过与对 大家可以打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是真的非常长的 也是非常辛苦 觉得不错朋友 一键三连点个赞 投个币充个电 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